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编辞阿斯匹林不太甜同名小说 主要讲述的是生活在小镇的林家女孩周瑜和从大城市回来备考的富家少爷成与周互生情愫 却因为双方家庭的缘故被迫分离 最终时隔多年再次相遇 依旧动心的故事 从角色形象来看 赵露丝非常适合出演周瑜这个角色 毕竟 他本身气质就非常甜美可爱 很容易诠释出林家女孩的清纯气质 至于演技 赵露丝近几年明显有所提升 从长歌行到 心汉灿烂 再到 且是天下 赵露丝的演技越来越生动 给观众带来了愉悦的追剧体验 这次赵露丝惊喜加盟 橘子汽水这部作品 肯定会带给观众很多惊喜 至于该剧男主人选 目前正在接触罗云熙 众所周知 罗云熙事业内前辈公认的 古装热门小生 他主演的 香蜜沉沉静如霜 月上宠火 白发 长月静明等作品 都获得了不错的反响 今年 他还和宋一合作了 严心记 让很多观众备受期待 不过 罗云熙虽然古装加作众多 但是他在线偶剧领域 却缺乏代表作 目前 罗云熙比较火爆的线偶剧只有 半是蜜糖半是伤 这部作品 这次 罗云熙再次挑战线偶剧 跟赵露丝首次挑战 肯定会碰撞出很多有趣的火花 给观众带来全新的CP体验 再加上罗云熙演技精湛 肯定会大大提升 橘子汽水 这部作品的质感 从角色人设来看 罗云熙也非常适合成宇周这个角色 在剧中 成宇周是一个外冷内热 心思细腻 英俊潇洒的附加少爷形象 橘子汽水 除了已经邀请到赵露丝 罗云熙这两位人气演员外 该剧还邀请到了陈都林 刘学义的加盟 可谓重心云集 在剧中 女儿是一个嘴硬心软 心地善良的焦纵大小姐 男儿是一个被资助的沉默少年 如此有趣的角色人设 肯定会牢牢抓住观众的眼球 此前 陈都林在现代剧中的角色几乎都比较清纯可爱 善解人意 这次 陈都林一改往日荧幕形象 化身骄纵大小姐的形象 很容易带给观众反差 至于刘学义 她以往的荧幕形象都是霸气侧漏 心狠手辣 功于心计的反派形象 这次 她首次挑战不爱说话 自卑敏感的少年形象 肯定会让观众备受期待 目前 橘子汽水 已经启动 即将迎来开机仪式 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 罗云熙可是凭着 长月静明大火了一把 但回顾她的演艺之路 真的是一波三折 尝尽了酸甜苦辣 可谓是现实版的小魔王 从小苦练芭蕾舞的她 成功考入了上海戏剧学院 毕业后却因为身高原因 被芭蕾舞团拒之门外 但她并没有就此放弃 转身去做了练习生 2010年 罗云熙作为内地男子组合 JBOY3中的一员 成功出道 不过好景不长 2012年JBOY3组合就宣布解散了 然后她又和福龙飞 组成双人男团双妈JL 也没有夺到很好的发展 2013年组合又解散了 2018年 香蜜沉沉进入双播出 让罗云熙迎来了事业的第二个小高峰 温润如玉的小鱼仙官润玉 成为了罗云熙第二个出圈的经典角色 被网友称为美墙惨的天花板 可小高峰过去又是下坡路 白发王妃 前客 白发 鲜罗密码 月上宠火 对罗云熙基本没啥加成 好异形因为特殊原因 都不知道能不能播出了 半是蜜糖半是伤 心跳原计划 两眼血液追光者 慢慢又有了起色 万万没想到刚刚大结局到 长月静明 让罗云熙直达人生巅峰 精美地孵化到加之抗打低古装扮想 丝丝入扣的演技 网友纷纷喊话将古装焊在身上 罗云熙也因此涨粉超过300多万 可谓是人具双爆 反观赵露丝 可爱 甜美 青涩 吸睛的赵露丝被喜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何况还有贵人的助推 如果说汪涵给赵露丝打开了娱乐圈大门 那么余正就是领他登堂入室的男人 2018年赵露丝迎来自己主演的第一部网剧 哦 我的皇帝陛下 他饰演的洛飞飞 操着一口大茶滋味的东北话 愣头愣脑的到处招惹是非 喜剧感十足 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凭借这部戏赵露丝得到他演艺事业的第一个奖项 年度网剧最有潜力女演员奖 接下来赵露丝一鼓作气 连续参演青囊传 等多部网剧和演技派 等几个综艺节目 在最短时间里 吸引了大量观众录短粉 巩固了自己填宠网剧女演员的地位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市场有需求 资本也认可 赵露丝幸运地赶上网剧发展的红利期 成为风口上的猪 飞起来指日可待 2020年 传闻中的陈千千爆火 剧情好看 就连粗制滥造 都拦不住其成为现象级网剧 赵露丝在这部剧里角色很讨喜 一身红衣颇有大沙四方的大女主气场 几段枯戏完成的堪比专业演员 演技出行乍现 演网剧三年 赵露丝完成十多部作品 其中不乏观众喜闻乐见的上乘之作 借着这些经历 赵露丝也在肉眼可见的进步 所以 余正评价她 在 网剧 这个市场 赵露丝的表演是属一属二的佼佼者 陈千千为赵露丝赢得文荣奖 最佳女主的荣誉 赵露丝终于跃居网剧一姐的地位 她在成为网剧头部女演员的同时 也开始转战影视圈 向专业演员转型 接下来 赵露丝分别在 我 喜欢你 搭档林雨申 长歌行 搭档刘雨宁 且是天下搭档杨杨 逐渐进入主流演员的行列 今年暑期 赵露丝搭档吴蕾主演的 星汉灿烂月声沧海 一经播出 CP无路可逃圈粉无数 掀起一阵阵关聚热潮 赵露丝在影视圈展露头角 网红出身让她自带流量 好作品又为她进一步吸粉 现在的赵露丝 毫无疑问已经成为数一数二的 95后小花 数据榜上 赵露丝的短视频播放量高达25亿 几乎是90后顶流迪丽热巴的两倍之多 如果单纯看流量数据 赵露丝堪称力压群星 总之赵露丝和罗芸汐都是很努力演技又好的新生代演员 也很期待他们合作会爆发出怎么样的火花